週四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黑名單的 7家中國超級計算機企業分別是 天津飛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集成電路技術與產業促進中心 深圳市信維微電子有限公司 國家超級計算濟南中心 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 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 以及國家超級計算鄭州中心 美國商務部認為 這些實體參與建造中共軍方使用的超級計算機 協助中共實現軍事現代化 以及參與建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 所使用的超級計算機 商務部長雷蒙多發聲明稱 超級計算能力對很多甚至是所有現代化武器 和國家安全系統的發展至關重要 商務部將近其所能阻止中國利用美國的技術 來支持這些破壞穩定的軍事現代化努力 在川普執政時期 美國已將包括華為、中芯國際 和大疆在內的數十家中國企業 列入了實體管制黑名單 被列入黑名單的企業 需要向美國商務部申請額外的許可證 在尋求從美國供應商處獲得出口商品時 將面臨嚴格的審查和限制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